低头的次数 台南的长荣大学微笑天使团 发起了问好的活动 温暖期间的招派笑容 融化了不少师生的心 也让校园内的人际互动 变得更加热情了 整齐口号配上亲切笑容 这群长荣大学的微笑天使团 都会选在早晨或是中午 用亲切的问好声 唤醒还沉迷手机荧幕的低头族 实施一个月下来 成效更是超乎想象 他们早上你好的时候 虽然会吓到我 但是觉得这还蛮不错的 他们都很热情 然后感觉就很开心 受过专业训练的天使团 除了美姿美意之外 连时间观念也很重要 一早得克服赖床 尤其在寒冷的冬天 更是一项大考验 少一些玩乐的时间 能早睡就尽量早睡 那每天才会更有精神 虽然还是有部分同学 听见招呼声有些害羞 不过透过这样的早安活动 让不少低头族们都抬起头来 一起来感受 校园天使团的造型